香港电台记者访问WHO的助理总干事 香港的记者问到台湾的防疫成功的问题 没想到这个高级官员竟然是一秒当机 直接认住长达8秒钟的时间 接着又装傻说没有听清楚问题 记者问说要不要重复问问题呢 他又直接回答到下一题了 那当香港记者还是不死心 第三度提到台湾防疫成功的时候 这名官员竟然直接切断视讯连线 随后又说中国的防疫很棒 问到台湾防疫 WHO官员当场当机8秒 再看一次就不是定格 而是官员当场停格 装傻没听到香港记者不死心 再问一次 这次连停格都免了 WHO当场切断连线 让香港记者直接傻眼 决定再次攻他中路 记者问到台湾 他却回答中国好棒棒 看看记者脸上表情 恐怕在想自己到底是打给WHO 还是打给CHO 台湾第一时间能挡住疫情 就是没被WHO误导 相信错误资讯 如今全球因为中国隐瞒疫情陷入危机 WHO还在帮中国插汁抹粉 被政治绑架的丑态 在镜头前原形毕露 因为我实际上还在谈谈台湾 也在谈谈台湾的案子上 三星文里正道 秀梦哲台北报导